不可能啦 我配不上人家啦 小歡其實並不是一個 對自己很有自信的一個人 原因其中有一部分 就是因為他自己本身的一個缺陷 那就是他有口氣的問題 然後他講話 其實沒有辦法 像一般人講的那麼順暢 小歡其實並不是笨 相反的他其實在我們的理解裡面 他其實他非常的聰明 他非常的能夠看清楚事情的本質 對於感情上 他也是不斷的希望能夠自己付出 並且不求回報 他是一個擁有很飽滿的心靈 跟很強大愛人能力的一個人 然後並且他也非常能夠感受得到愛 那這樣子的一個照顧的感覺 跟安全感 我想是小歡跟其他男人最大的不同 你不是 我是真的在想 我看不上他 其實第一天剛見到劇組的時候 其實 其實真的滿緊張的 因為那個人就是 在你還沒有入行以前 你就曾經在電視上看到的人 然後是一個幫我朋友經驗的女人 會有那樣的壓力存在 那其實柔衣的出現 對小歡來講也是一樣 何嘗不是兩個世界的接觸 可是經過兩個人的相處 他其實發現柔衣並沒有什麼不一樣 他跟一般女生一樣 會脆弱 受傷 甚至傷得很重 他懷疑自己的價值 這一點 小歡也可以理解 小歡這樣子一個單純的人的出現 我想對柔衣來講是很不一樣的 這不是你的出現嗎 不過這一次就不是 空白 完全是空白 那場其實不太需要演 就是 你真的就停止呼吸 你真的就 有一口氣出不來 就在已經清下去的時候 你還在懷疑他到底是不是真的 然後接下來你就說怎麼會 可是 只會有一個聲音一直幫你拉回現實 就是鬥倒一直在那邊罵的聲音 碰到我試試看 蛤 早上是有行到的 誰 誰拿 一個 球 球 棍 槍拿來 槍 我沒人看過這個 臉熱血耶 第一次壓力不是來自於 女主角 第一次壓力是來自於導演 導演 謝謝導演 狗男女 所以你們這個狗男女 然後我們一直碎碎念的時候 就把我們拉回現實 我覺得其實鬥倒在我跟琪姐之間 有很大的一個功能 就是我們只要一碰到 然後就會聊 鬥倒 聊他前一天發生什麼事 他前一天拍戲的狀況 在背後 齊齊楚楚 齊齊楚楚 有點講 那其實這些東西都無形之中 就增進了 跟琪姐更快能夠 進到戲裡面的狀況 然後也更快的熟悉 我想這樣子的感覺 我覺得是很難在別的劇組後 跟著別的工作團隊 能夠做到的 因為跟鬥哥 還有鬥哥身邊的這一組人 也不只一部戲 大家也彼此熟悉跟了解 有時候真的很像家人 所以就真的很難得 這是我們的第三檔 加油還有27檔 對 7檔 30檔 就人生就結束了 3檔 欸 你跟他幹嘛 欸 太過分了 超尷尬的 我其實那一瞬間 導演把門打開的時候 蠻慌的 就是 他怎麼會這樣 在 那個螢幕前面 漏鳥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我覺得蠻難的